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些 我们就慢慢的 就会懂得管住自己的六根 佛学把我们的生命分成六个工具 眼耳鼻舌生意 那么对外层来讲 就是外在的六层来讲 是舍生相畏处法 就是这样 所以佛法又把我们分成了五蕴 舍受想形式 那么师父告诉你们 我们的每一天的六根会接触外层 眼睛会接触色看见的 耳朵会接触声音 鼻子会闻到香味 那么舌头会有味觉器官 身体会有接触的 所以内心的我们人的外表的六根 那么相对于外在的六层就是舍生相畏处法 那么你接触的当中产生了正念 你就是正性 你接触的外层产生了邪念 你就是邪性 不正性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那么怎么样来辨别这些 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不去接触色声相畏处法 就算接触了 我们也能克服他 知道他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呢 那么就是要用我们的五蕴了 要懂得五蕴 你要把五蕴完全是透 懂得他的道理 你就可以悟到了 心经里边有一句话叫 照见五蕴皆空 你们就知道这个五蕴 在我们学佛人的境界上 是多么的重要